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标性的个股有大跌吗 大力光有没有中错 没有啊 大力光今天还 还涨了嘛 那台积电呢 指标性的个股它有中错吗 也没有啊 所以既然 多方性的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给你的策略不用改变 有跌要站在买邦 或许你会质疑 现在8600了 还有股票可以买吗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 类股会轮动轮涨啊 当一档股票 不管指数在什么位置 它动了我就带你买 尤其大盘指数回档的时候 抵的时候就是我带你布局最好时机啊 昨天一个旺席 它是不是跌下来 大盘指数也是回档修正啊 那是不是出现一个不错的买点 这两个旺席 跟RS合作的 做什么的 晶圆的一个研发啦 跟台积电有关系 那台积电晶圆的获利水準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所以对旺席 这叫晚行敌 我画的这条线就是它的支撑 昨天是不是接近支撑 那跌下来要敢买啊 跌下来要敢买 昨天大盘指数 是不是跌了四四点 昨天大盘回档啊 买旺席啊 买在六十块半逢低承接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 反市场操作 跌的时候不买 什么时候买 就是因为大盘指数回档修正的过程 股价会变便宜 成本降低风险跟着低 利润你今天就看得到啦 今天的旺席 盘中大涨4.9% 将近半根涨停板啊 难道是今天涨上来 我才告诉你昨天要买吗 昨天的一个回档修正 所给你的机会 我出手了 你跟上来了 你今天会赚钱啊 这就是操盘节奏啊 所以指数对我而言 并不是那么重要 不管它在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重点是这个盘 还会不会再涨嘛 第四季的一个多方行情 我从8月底达到7203 告诉你 至少会涨3个月到5个月嘛 从8月份开始啊 90、11嘛 最保守涨到11月份 好一点 12、1 明年度的元月效应行情啊 有没有机会涨到明年度的1月份 你看一下台股的一个量价结构 你知道吗 1000亿附近的量人 都是很正常 台股的一个结构已经改变了 法人的一个成交比重 越来越高 那其他的一个散户 中食物 他们的成交比重 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 成交不可能放得太大 或缩得太小 所以我之前才跟你讲啊 如果大部分是突然放量到1500亿以上 或是突然萎收到600亿以下 那才是一个危险的量人 否则现在的1000亿附近的量人 都很温和 都很正常 所以呢 接下来 台股所要迎接的是 年底大作账 公司派要作账 法人也要作账 我也要帮会员作账 所以有机会涨5个月啦 明年度的1月 元月效应的资金红八方情 同样 我希望你不要缺席 真的是很好赚 从72013以来到今天为止 我们给你方向就是多嘛 多头的一个方向没有改变 策略呢 跌下来要敢买 上礼拜的美率 我说只要接近五日线你就买 你不要客气啊 对不对 一档强势波动的股票 它真的沿着五日线开始做操作 沿着五日线涨上去啊 很强耶 那我也不会跟你吹嘘我买在40块钱了 40几块钱了 因为当时候我还没有掌握住到美率 第一世纪的业绩会呈现跳跃式的成长 一旦基本面我掌握住 它接下来三个月的一个成长力道 我就敢带会员买 我们不是去拆拆看 我们是确定它可以买的 可以投资的 我带会员逢低进场 上礼拜二的一个美率 新天亮还有高点 亮仙价型的分析很清楚 9月营收今年度的新高 而且开始正成长 这是我要告诉你分析重点 基本面决定股价的一切 所以 当我看到它9月营收今年度的新高 跟去年比较正成长 之前1到8月份是负的嘛 所以9月份新高 而且开始正成长 接下来三个月刚好第四季 业绩会爆发性成长 所以有跌下来要赶快买 上礼拜三要喜欢它跌的感觉 就像大盘指数 你也要喜欢它跌下来 让你逢低承接的时候 有时候大盘指数重挫 你看我节目会有意义 而且特别有意义 还记得吗 当时候大盘指数 从所谓的8488回档修正嘛 我改一下参数 改成月线 当时从8488跌到8059 跌了400多点嘛 跌了400多点很多人认为 跌破月线大盘要崩跌 所以要开始放空 我告诉你那时候是一个右空盘 它会嘎空 所以回档修正 变便宜了 要大胆布局多单 它有没有嘎空 很清楚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盘式的结构当中 多头的力道 虽然指数最近没什么喷出的感觉 但是个股的一个表现差异度 也会越来越明显 这是你要掌握住的一个操盘节奏性嘛 所以呢 美律 上礼拜三跌啊 我会有没有出手做买进 逢低层街 站在买方 57.4 我开始买美律 我开始买美律 亲爱观众 2439美律 同样你不要小看这一大段 我没有买在这边嘛 买在这边啊 这样也将近两成啊 因为我买完之后它就开始涨啊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三的美律逢低层街 买完之后 礼拜四大涨8%以上 礼拜五尾盘坐价嘛 一千多张 这不是闪单啦 同样 这是有实力的买盘坐价坐上去 所以它会继续涨 礼拜四大涨7.2% 提醒你沿着五日线操作 沿着五日线操作 礼拜提醒你一遍 礼拜二再提醒你一遍 沿着五日线买 昨天礼拜三 62.6 是不是达到五日线 是不是达到五日线 礼拜二才提醒你的啊 沿着五日线买 所以昨天的美律来到62.6 当然是一个买点 这边当然是一个买点啊 因为我礼拜就告诉过你啦 沿着五日线买嘛 来了空手者当然可以进场 这样高低点7% 也就是说 昨天礼拜三美律 你在62.6附近做承接的 你大概可以赚7% 没有错吧 所以整个动作 美律今天来到波段新高68.3 续报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它如果够强 它就会沿着五日线 这个角度相当的陡峭 就会一直走高啊 那个走高的过程当中 或许哪一天你会看出它用喷的 也不一定啦 如果喷上去 那我们会员当然是赚更多啊 那如果不小心它跌破五日线呢 那就出场 如果一旦它跌破五日线 你多单就获利出场 那是一个停利点 所以目前的美律呢 沿着五日线往上 非常强势的走高 强势个股 没有跌破短线均线之前 都可以安心续报 那回撤短线均线呢 就站在买方 这是我们给你一个操作啦 所以整个一个大盘的架构 在多方控盘情况之下 个股的买点逐一的浮现 从7月03以来 我们赚了多少档股票 忠实的观众很清楚 对我就不再赘述了 昨天这档金城可不可以买 形态上的突破啊 昨天跳空突破这个反押啊 太强了 买在发动点 9月零收跟上个月比较 成长了32% 那筹码又很稳定啊 融资余额在相对低档嘛 大家都被洗光光嘛 所以昨天发动了 我买在62块钱 11点59分 告诉我们62买金城嘛 当做价位61.8 如果对时对价 62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 昨天冲上去耶 这样有没有先买先赚 所以当这档股票 今天回档修正啊 这条反押变支撑 支撑没有被跌破之前续爆 续爆 那金城目前跟LINE 这个目前很夯的一个APP软体嘛 合工电子里卷的一个市场啊 这个很重要啊 对它的业绩有加分的现象啊 另外它的子公司 四方金串在大陆 经营还不错 已经挂牌上市了 这都是它的一个业绩来源啊 另外 现在很多人用的一个看盘软体 轰天雷啊 包括我们头顾老师用的 都是金城资讯所提供的 所以就它的一个三大主轴 业绩来源 所以给予股价的推升力道 当然是蛮正面的 那现在呢 既然反押昨天被突破 我买 那没有跌破之前 你就续爆上去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建议 所以不要担心一天的回档修正 如果它今天的回档修正 欸 卖押很重 支撑被跌破了 筹码又乱了 那该卖还是要卖啊 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啊 要干净利落 不能脱泥带水 你不能犹豫太久 因为稍不留神 有时候盘中一个卖点 你没有卖 下来你就会舍不得卖 越跌越舍不得卖啊 所以赚钱的股票容易变赔钱啊 常常都是这样啊 所以对于现在一个大盘指数 它给你方向 当然还是多汪盘 多汪盘有低点跟我站在买帮 这盘目前为止我看都很safe 不管从指标性的个股 还是动大盘量价结构 这盘还会再涨 第四季的年底大作战行情 务必要把握 这一档强硕 台北西的概念股票 苹果 Google 微软 三大软硬体的公司 让强硕的8月营收 创下精灵度的新高 有基本面 有技术形态的助长现行 10月2号 买在171 我当天给你一个结论 当天的高点是未来低点 当天171没有买 接下来低点不太多 那还好大凡数有回档 让强硕呢 在10月8号呢 冲高之后 打到169.5啊 回到成本附近嘛 加码点 我当天是告诉你 可以再低接啊 所以我们的买点跟加码点 大概都在170附近 很清楚告诉你吧 所以当他从这个位置冲高之后 回档啊 左燕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越接近这个条越线 越正在买邦 我的提示相当明显 没有假设法 假如怎么样才买 假如怎么样才买 没有 左燕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越接近这条越线 越正在买邦 今天享受股价 你自己看一下 有没有来到越线位置附近 今天该买该卖 我相信这个答案很清楚 如果这样的分析 你还不晓得如何操作的 希望我盘中的讯息 你可以同步来带到 休息一下 再回到这边的一个现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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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菲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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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每天兩三檔都不一樣的嘛 我對於惠人的資金的一個運用就是 他們的一個持股檔處 永遠都是在兩三檔之內 那有出才盡興的 這樣你的資金效能才會發揮到極大化嘛 所以第四季行情真的蠻好賺的 我沒有誇口啦 不然為什麼信國兩階段獲利超過五成 怎麼賺的 9月25號 信國 信輝集團的 乳癌心要獲得新加坡的賺利嘛 所以有權利經理一個來源嘛 回檔三天買啊 我趁他回檔三天 9月25號買在36.3 買完之後 才四個交易日可以賺30% 這當然是多方的一個型態 賣 10月2號 我賣在46.3嘛 36到46.3賺10塊大概三成沒有錯吧 10月2號賣啊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我們訊息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這就是會員一個操作流程 以及獲利績效 三成落代回檔下來低階 10月12號39.6做接回的動作 為什麼要接回 你高檔有賣嗎 回檔五天止跌 就接回啊 這一天很重要 回檔五天叫轉折 來到月限位置做低階動作 你已經賺了30%了 股價又變便宜了 如果你是我會員 有之前賺錢的一次經驗 我相信39.6 你敢跟我做接回的動作啊 接回之後 股價是不是衝上去 這樣11%耶 上禮拜五盤中快要攻漲停了 超過9%啊 接下來這禮拜一更強 將近5% 我告訴你這在洗盤啊 我也跟你講我一張都沒有賣 比拜一喔 一張都沒有賣 這樣是不是15% 禮拜一告訴你一張都沒賣之後 接下來禮拜二亮燈掌停盤 恭喜我們的會員 是不是又多了10% 這樣一段30% 這樣一段超過25%啦 出現這根大量 我說還有高點 所以禮拜我還沒有賣啊 昨天的回檔修正 我也告訴你 還不用急著賣 昨天拉回修正啊 我說過高才需要賣 那今天為什麼要賣 漲了55% 我認為夠多了 我不想浪費會員的資金卡在上面 因為今天啊 我如果沒賣 我剛才跟你講過 他還是有機會過49.85%啦 但要過之前 他可能在那邊晃來晃去 整理一段時間才衝高嘛 或是拉回修正 整理之後再走高啊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個股的走勢 那什麼樣的一個資金運用 對會員才會得到一個最好的效用 那就是分析師要幫會員做決定了 是不是 55%夠了 真的 多頭行情我說過 破斷操作兩成起跳嘛 第一階段三成 第二階段25% 兩檔的領域報酬率55% 賣 我今天先賣 在10點36分 告訴會員 信國雖然沒有過高啦 那48.7賣出 資金準備買下一檔 10點36分告訴會員 36分股價49.3 同樣你對時對價 大概可以賣在49.3附近 今天就賣了 賣了之後 其實股價也沒什麼跌啊 都在平板附近啊 所以呢 今天衝高的過程當中 選擇8檔 資金準備買下一檔 是哪一檔 是哪一檔 就是這一檔啊 這一檔經營我在10月中旬就跟你分析過了 他1到9月分禮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數字是越來越高 9月元收今天度的新高 22億 跟去年比較 成長4%多啦 那這檔股票我認為快發動了 所以呢 我就把信國的資金抽肥 重壓這一檔個股 我希望你趕快跟上來 不要像信國 兩次的買點你都不跟 你是怎麼賺錢 信國這檔股票我給你蓋牌嗎 我真的很少蓋牌 但是我的會員 有時候會有抗議的聲音 老師你講得太清楚了 這是會員的一個心聲啦 轉述給你聽啦 那蓋牌不是我的風格 但是我要尊重會員的一個想法 畢竟他們是有繳費費的 但是至少我的一個操作過程 相當的一個乾淨俐落 相當的透明嘛 兩次信國的操作 兩次的買點跟賣點 我都拿出會員的訊息 來跟你對視對價 55%就是這樣賺到的 所以接下來這檔股票 希望你跟我們會很同步的 再度的進場 這檔股票 9月營收新高22億多的 是哪一檔 就是這一檔啊 10月15號就跟你分析過了啊 22億多的 跟去年比較成長4%多的 就這一檔啦 沒錯吧 一樣 一樣 那這檔股票我在10月15號開始買 當年我就開始買了 當年它股價跌 導播稍微近年 當年股票是不是跌 那9月營收晶電度新高 而且開始正成長嘛 跟美麗的一個基本面的架構 是一模一樣的 美麗的9月營收也是晶電度的新高 跟去年比較也開始正成長 所以這檔股票 我認為 第四季的一個業績 是跳躍式的往上 既然業績我認為會往上 那股價跌下來 就要開始買 這檔股票其實目前都在整理 然後有低點 我都告訴委員趕快上車 禮拜四 10月15號 黑K棒開始買 隔天16號 漲了2塊3 至於當天 我一樣告訴委員 平板附近趕快做買進 因為委盤有一千多張 開始做價嘛 10月19號告訴你 黑K棒小跌還是買 小跌還是買啊 那整個股價到今為止 幾乎在這邊橫向整理啦 所以呢 近期的股價在平台區震盪 我認為快發動了 我認為快發動了 所以呢 在發動之前 我希望同朋友 跟我們一起來低階 等到它真的發動了 那就是一個加碼點 那就是一個加碼點 所以我們今天把信國的一個資金 撤圍買這一檔 九月營收今天度的新高 而且開始正成長 這種股價的一個發動的力道 我說過 第四季的業績 既然是跳要是往上走高 前波的高點不會是高點 你看一下美利的走勢力就知道嗎 走得多麼陡峭 當它衝出去的時候 就是沿著五日線 所以這張股票 一旦它衝出去了 它也是為了沿著五日均線在走高 所以趁它還沒發動之前 你先來佈局 等到發動了 那就是一個加碼點 請同朋友 務必要跟上 大盤的一走勢 這兩天的回檔修正 賣壓不重 你沒有看到指標股重挫 從大盤成價量來分析 它當然還會再漲 所以類股輪動輪漲的一個架構 不變的情況之下 有低點跟我站在買方 買什麼 買第四季業績成長性的一個機油股 還不想如何操作的 請你務必跟上我們腳步 明天見 好痛 請用五分豬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豬 五分豬 不好 好 巴菲特 巴菲特 研究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您按278101909 278101909 278101909 旋輪精細的科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特顧022781 0909 022781 0909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周初io個館 去你的 conducting 買什麼 玻尿的 梁姐的 你說,讓我煮燒 住 對 愛一點 紹一下 我器了 那麼再一下 我想 我器這麼想 找Ф rain 為人 懷念的江飛 錯過就沒了 快要來家裡放 以後想要聽江飛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頭